欢迎时间,巴黎女人,La Parisienne,这幅画的名字也叫做戴手套的女人,她的创作者是瑞士画家查理基隆。 我们看到在画中的这位优雅的巴黎女士正在打扮出门,她正在扣着她的长手套。 她的裙子是深色长裙,这个样式也是当年流行的。 这幅画创作于1883年,现在保存在巴黎小皇宫。 我们看到这个画中她的裙子很好地衬托出她的身材,她的帽子也很好地勾勒出她侧脸的轮廓,增加了她的时尚感。 下一集我们会欣赏法国象征主义画家纳比派画家莫里斯丹尼斯的一幅作品,汇临时间,巴黎巴黎。 这是 같은데地牧肉。 这 моз所欣赏法国象律主义画家 initial veut重 flute越盾。 并非érica狙图了但是谢谢中国平台工和电梯线工ト。